大家好,我是瑞瑞行者 上一期我和大家聊了一下买车的时候 咱们是应该选择lease这种租车的方式呢 还是应该选择finance这种买车的方式 当然都是因人而异 看你自己用处的不同 有不同的选择 没有说哪一个一定好 哪一个一定不好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和大家想分享一下 美国车的保险的问题 其实也是有网友说过 说这个保费也是千差万别的 所以说呢 我今天用这个视频来说一下 因为如果当时我来美国的时候 有人跟我讲一下这些汽车保险的问题 估计呢我也是能省下不少钱的 所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如果说你自己也已经懂了车的保险 我也不妨建议您看一下我今天这个视频 因为我在这个视频的开始呢 会大概的介绍一下保费的高低 以及车保险涵盖的一些方面 那最后呢我会介绍一个我自己 简单并且粗暴的选择车保险的方式 所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大家看一下自己的实际情况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再调节一下保险 说不定你的保费会更加合适 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然后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当然我现在在说车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不是说我没有在说这些炒股啊什么的 还有加密货币 我都是在说 只不过把不同的方方面面 在美国生活能涉及到钱的问题 我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如果说你想投资完股票 或者玩加密货币的话 也不妨使用如远行者视频下方 描述栏的链接进行注册 您我的链接注册 我和您都可以获得一定量的奖励 您获得多少 我也会相应的得到多少 那但是呢 投资有风险 下单需谨慎哦 好了 这里我们就赶紧先来说车的保险问题吧 首先保费的高低 我这里不想说不同的公司之间的差别 因为美国的大的车的保险公司 其实来来回回也就这几家 我没有给他们做广告 我也不想给他们做广告 所以说您就选择一个 给你自己价位比较合适的 其实呢 我觉得差别并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我这里就不说保险公司了 那我们现在来说 影响车保费高低的第一个因素 那当然就是车的问题 旧车当然比新车要便宜 那日系车相对的要比德系车便宜 那么好的车保险一定比便宜的车保险更贵 所以说这个呢 要看您车的情况 那你自己呢 是不能自己去决定的 一旦你买好了车之后 你把车的这些型号输进去 或者你的车牌号 V number输进去之后 保险公司就会自动的给您调节 所以这一点呢 自己没办法控制 我们就不聊了 除此之外呢 关于你自己本身 会影响价格高低的因素呢 有哪些 首先你高学历 他们认为高学历的人 可能驾车更稳一些 其次呢 你结婚了 因为有家庭的孩子 可能责任心更强一点 他是这么说的啊 其次呢 就是你自己是一个 很长很长时间的老司机了 就是你经验丰富 你的保费要相对便宜 还有一点呢 就是你在驾车的过程中 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驾驶事故 那当然也会是便宜的 这个驾驶事故指的是 报道保险公司的 偶尔的碰撞私下了的这种 当然就不算了 还有的就是 你年纪较大的人 保险相对便宜 女性相对便宜 你所在地区的治安好的话 当然保费也相对便宜 这里补充一点 刚才说的驾驶事故 指的是你三年之内 没有驾驶事故就行 比如说三年之后 他就清零了 可以重新寄 当然保费就能相对便宜一点 当然这些呢 我说的点点滴滴 都是咱们自己不能控制的 就是咱们现在买车 买保险 咱们现在的个人状况是什么 咱们无法改变 所以呢 我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知道就行 那现在呢 我就和大家正式的分享一下 保险分了哪些项 在中国的时候 保险分了败险和权险 其实在这个思想呢 我在买美国保险的时候 我也会这样看 其实大家不用这么看 在美国的保险呢 尤其是在加州 有一个liability 就是责任保险 这个就是一个强制险 只要你开车上路 就必须购买 那其他的还有comprehensive 还有collision 这些呢 都是可以选择的 如果说你把这些都选择了 当然你可以叫它是一个权险 所以美国的保险就属于 有一个强制险 还有其他的可选项 在更进一步的介绍 保险的各项的时候 咱们来先看这大的几块 第一个liability 就是强制险 也就是你的责任险 加州呢 是必须要上的 这个保险主要就是说 你在撞人了之后 别人的车有损害 别人的身体有损害 你要给别人赔的 管别人 不管自己的 当然这是一个 非常简单粗暴的解释方式 大家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那其次呢 还有comprehensive comprehensive就是一个综合的保险 比如说 因为这种刮风下雨 或者说因为这个树枝断了 导致把你的车弄伤了 你自己没有过错 然后需要找保险公司理赔 第三项呢 就是collision 这个就是碰撞险 就是说 你撞了别人之后 你自己的车也有损坏 那你在修车的时候 保险公司给你报销相应的额度 这里边呢 是有自付额的 就是deduction 那自付额越高 那当然保费就越便宜 其实保费贵不贵啊 主要就看这一项了 那第四项呢 就是uninsured 这个呢 就是对方在没有保险 或者保险过低的时候 那你找他赔 他赔不够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自己的保险 就会相应的给你理赔了 好了 其实这四块呢 就是美国车险的 四大最主要的地方了 那在这里呢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自己选择车险的时候 选择的额度 以及如何选择的一个 简单粗暴的办法 当然我这个简单粗暴的方法 是根据我个人的亲身经历 以及个人的耳闻 所总结出来的方法 我至今觉得呢 非常好用 我把我的保险打开呢 一项一项的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我是如何选择的 首先我们就来看强制险 就是强制你必须买的 这些责任保险 那第一项呢 就是bod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liability 那这项呢 就是说你在撞人了之后呢 对方身体损坏了要去医院 要进行理赔 包括这些项目 以及对方的车 或者车内的财物 有损坏了之后进行的保险 这项也是保险里边 最贵的保险之一了 那这项我说了 就是你撞了人之后 保险公司给对方赔的 所以我的简单粗暴原则 就是涉及到对方的 顶到头选择最贵的保险 那在这个保险里边 分了这么几类 就是有的时候他会说 你一个人是多钱 一个事故是多钱 一个事故里边的财产是多钱 那只要是涉及到人的 如远行者会顶到头 选择最贵的 待会咱们讲为什么 那至于这个财产保险 比如说赔给车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分析一下自己的这个环境 所在地区的车 大概是多钱的一个价位 理赔需要多钱 那如远行者是在南加州呢 尽管有一些豪车 但是普通的车还是居多 最贵呢也不过是个大计 大计呢也才十几万 所以说这个呢 我觉得我个人会选择 在一个十万左右 我觉得就OK了 在我的保险当中 如远行者就选择是这一项 那就是说 在因为我的过失下造成的车祸呢 给每一个人赔二十五万 那给每一个事故的总额 里边受伤的人赔五十万 那超过这个就不行了 那一个事故当中 给车还有财产赔偿十万 我觉得这个已经算是OK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 有下面三个 只有一个数字的 其实这个一个数字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综合的 就是说总的 反正你花的钱不能超过这些了 那我算了一下 我的这些加起来 所有的人给赔五十万 然后一个事故里边的财产是十万 所以说有六十万 那这个综合的最多才五十万 所以说我没有选择 那这项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远行者 为什么给涉及到人的 都选择顶到头的最贵的呢 因为首先第一点在美国 因为受伤了之后 人这一项是花费最贵的 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人命 人生是非常非常昂贵的 那其次 我自己有所耳闻 也有听闻 也有看见的 就是 尤其是在追尾的事故当中 对对方的这个脊柱伤害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很多人就是 前三天没事 第三天 报告医院 报告保险公司 说他出事了 举个例子 如远行者之前就有一次追尾的事故 就是本身都是没事的 而且对方呢 车也只是一个Toyota 就是RAV4 那我觉得那没赔多少钱 结果三天之后 我就接到了保险公司的电话 说对方脊柱受到了伤害 当然了 那个时候呢 我也没有拍太多的照片 然后保险公司呢 当然也会根据车的状况 来衡量这个人受伤 到底有多严重 但这一项呢 就是说人的脊柱是最容易受伤的 有可能是真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假的 有不少的人存在这方面的欺诈 包括有一些医生都会帮着他们 就是说你在追尾事故当中 受害者会说他受伤了 他不舒服 他在医院需要理疗 就这样的事情 我光听说的都有好几次 你想想 一次简单的看病 其实花不了多贵 但这样一次一次的做物理治疗 是很贵很贵的 所以说 介于这些我的个人经历 和我个人的听闻呢 我要把这个选到最贵 原因是我不是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都是些坏人 我只是不想这些坏人来害到我 所以呢 这项保险里边涉及到人的 我选最贵的 因为是给对方赔 第二项呢 就是说这个对方的保险不够 所以说呢 需要你的保险来帮你一下 听起来有点不公平呢 但是他得有 所以说呢 这一项我没有选择 不覆盖 我选择的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其实这个价格呢 也不会差太多 为什么我会选择一个最低的 就是 其实我生活在南加州 大部分的人 我相信都是有保险的 所以说呢 能存在那种没有保险的 我遇到他 我真的是倒霉再倒霉了 综合判定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我选一个 最普通的就行 大不了多出去的钱 我自己出嘛 我看 一个事故当中 有一万五 每个人赔偿 其次呢 每个事故可以高达三万 所以我觉得我选一个这个 我觉得就足以了 那还有第三项 在我这个保险里边 有一个medical payments 这个呢 其实我查了一下 我选择的是 每个人赔一千块钱 其实他都有医疗保险 当然我的保险里边 是要包含 比如说第一项里边 有对方人身受到伤害之后 要进行的理赔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medical payments 其实我之前有查到 就是说 那你要叫救护车了什么的 这些救护车的费用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 这些都是分开的 那万一他要叫救护车 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叫救护车 也是很贵的 所以说 我就选了一个 一个人一千块吧 多出去的 我自己出 最影响价格的 就是第一项了 其他两个 其实都还好 你就算是选择一个 特别贵的 也不会影响你的保费 那这里说完了强制险 现在咱们就要说一下 底下的这些 附加的这些险 那这里再补充一句 如愿行者 对于车险的这些选择 是基于一个 什么样的原则呢 就是第一 能不出的钱 绝对不出 第二 对于人的钱 绝对出到最贵 第三 对于车的钱 那么就看一下 我本地的这些车矿 大概属于 什么样的价位 好 这里我们就来看 下面的一些 可选可不选的 第一项呢 就是comprehensive comprehensive就是一个综合弦 比如说你的车 停到外面被树砸了 然后你现在怎么办 需要找保险公司理赔 那其实这一项呢 我秉承的原则就是 不要看车 你不要看你的车 有多贵 其实其实跟车都没有关系 只跟你自己口袋里有多钱 有关系 所以你看一下 你能出多钱 就比如说 我现在出了意外状况 我就愿意出一千块钱 超过一千块钱 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有点压力大了 所以说我在这里呢 这个自付额 就选择的是一千 那我们再看下一项 就是collision 那这一项呢 就是碰撞险 这一项呢 就跟刚才的这一项 bod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这一项 属于保险里边 最贵的两项了 那咱们来看一下 collision什么意思 它就说碰撞了之后 你的车也有损害了 那这个时候 你要去修车 你的自付额是多少 那这同样的 我是看我自己的支付能力 一千块钱是我的最高限了 大家这里呢 也是不要去考虑 你开的是马沙拉蒂 还是说 你开的是一辆二手的解答 你只考虑 你兜里有多钱 比如说很多人 他手里的活动资金 现金都只有不到五千块钱 他还去选择一个 这个两千五的自付额 那一旦你出了事故 那你就找谁说理去 你这一下子 半条命就没了吧 手里的活动资金越小 那你这个时候 请选择的自付额 就应该越低 你的流动资金相对较大呢 你就可以相对选择高一点 那比如说 你觉得两千五 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 那你就选两千五 对你的保费降低 是很有帮助的 那如远行的 这里觉得一千块钱 我出得起 超过一千 我就不愿意了 所以在出现任何碰撞事故 我要修车的时候 我就必须自己 先出一千块钱 下面的这个就有意思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也是一个 uninsured 它这里指的是 自付额的免除 也就是说 你选择的这一项 免除的自付额 必须要跟你碰撞弦里边 选择的自付额 是一样的才对 那比如说 有些人不想选择碰撞弦 因为碰撞弦是最贵的之一 那不选择这一项 都不需要选择下面这一项 那如果你看软心的 这里选择是一千块 我自己能出一千块 你这里还可以给我选上 一千块的免除额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出现了一些事故的话 我这里有一千块钱的自付额 但是我同时又有一个 一千块钱自付额的免除条款 那有可能我就会免除这一项 那我觉得我既然选择这一项的时候 就是来选择我自己能掏的钱 那我就不需要你给我免除了 因为一旦有了这一项的话 保费也会升高 那其实说到这里呢 我就说完了最影响我们保费的一些方面了 其实我用的方法再重复一遍 简单粗暴 对人选择最贵 对车要根据你所在地区 打架车的一个中位数 第三点呢 就是能不要的就不要 我们说到能不要的都不要指的是什么 咱们来看 你看这里它有租车险 那租车险就是说你在车出了事故之后送去修 你是需要租车的这一项你要不要覆盖 尽管这一项也很便宜 如远行者是没有覆盖的 因为我是那种 那车坏了拿去修 那我就在家待着好了 我是可以不出去的 所以说这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浪费 尽管它保额几十块钱很便宜 我也不想出这个钱 还有这个是roadside assistance 这个就是说你的车出现问题了 比如说抛锚了 比如说开着开着油不够了没加油 出现这个情况呢 你可以打道路救援 那我在这里呢是没有选择的 那这里呢我觉得我没有选择 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车不会抛锚 那其次呢就是游不游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不会去开到荒郊野岭 所以说根据我的现在自己的车况 大概率它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当然如果说你买了一辆二手车 这个车只有几千块 比如说两三千三四千这种车 那极有可能是抛锚的 我就建议你把这一项选上了 但是一般情况下稍微稍微好一点的车 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呢 那游远行者在这里选择我不要这一条 其次最后一项有一个loan lease payoff 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游远行者在这里没有覆盖 是因为车是属于我的 就是我自己有它的抬头 我没有任何的贷款 我也没有租车 所以说呢我不需要它的保险 那如果说你的车在lease当中 或者说你的车还在付贷款 那这项的意思就是说你选择它 一旦你的车被偷了 或者说完全的报废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保险公司就会给你支付剩下的钱 比如说你还有两万块钱的贷款没有付 你的保险公司就会给你付掉了 那这里呢 我觉得大家也是要看一下 你的生活环境地区是怎么样 比如说你的地区很安全 被偷车的几率很小 那可能这项也不是特别的重要 如果说你已经全款买车了 那也不是特别的重要 这项主要就是看你自己想负多大的责任 我知道的是 这也是听说有一个朋友 他自己录了视频 就说他的车被偷掉了 完全的没有了 但是呢 他自己还是付了一年的车贷 我听起来我觉得哇 好不甘心啊 要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很不甘心的 所以说这一条呢 大家因人而异 好了 以上就是我自己对车保险的一个看法了 相信看我视频的很多人呢 也有很多的经验 以及你自己也是一个保险经纪人 也欢迎大家呢 在视频底下留言 说出我自己对车险看法不对的地方 然后咱们互相讨论 一起分享 共同进步 好了 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